中国独立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泄密案 今天上午在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二审的闭门庭审 法庭也宣布将要在星期四公开的来宣判 那么今天上午在法院外呢 有大批的警车还有公安戒备封锁了马路 而外国使馆人员到法院也被公安要求他们离开 那么高瑜的辩护律师尚宝君在庭审结束之后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也提到了 他说其实今天呢算是正常的庭审 法庭调查辩论都正常的完结 那么十点钟法官宣布何一庭何一 然后择其宣判 那么因为呢这是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所以尚宝君也表示他无法再多介绍情况 不过呢尚宝君表示高瑜看上去身体还好 精神状态也算平静 那么至于法庭上是不是有谈到高瑜有没有罪 认不认罪 尚宝君则表示他不方便透露 不过呢对于外界关注的二审是否可能改判 或者清判的问题 我们来听听尚宝君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的 毕竟上诉案件它就三个结果嘛 维持原判或者改判 就这两个结果 维持原判通常那就不开听了嘛 不考虑其他问题的话 就是如果改判的话 上诉案件又不能更判得更重 上诉不加刑 所以改的话应该通常是往下改 那么71岁的高瑜呢他是在去年的4月份被警察带走 当局指控他向境外网站提供了所谓的中共七部奖禁令 那么在今年4月份的一审当中判处了高瑜 七年的徒刑 那么到底在这个二审的上诉中国当局是否可能会更改 对高瑜的一审判决呢 今天的庭审是否透露出一些信息呢 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邀请来到节目现场为您进行分析的是中国维权律师 也是美国纽约大学的访问学者腾彪 腾律师 腾律师您好 你好 是 腾律师先来跟我们谈谈 您同不同意外界还有刚刚上保军律师自己也预测的 就是二审如果开庭了 通常是会改判这样的一个猜测 您同意吗 我没有这么乐观 我觉得就是二审虽然开庭 但是维持原判的案件也不少 何况这种案件是很难预测的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种政治案件 虽然表面上他的庭审按律师说法是正常的 但是这种正常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我们知道 首先他指控高瑜 因为泄露9号文件被判刑 就是一种因言获罪 其次我们也知道在一审之前 高瑜被强迫到央视认罪 而且是当局抓他的儿子 把他的儿子当做人质 在这种情况下高瑜被迫认罪 那如果不考虑其他的任何因素的话 光这两点就使这个案件是一个 是一个根本就不成立的一个荒唐的案件 所以他表面上的这个正常的开庭 包括二省也开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您对于星期四的公开宣判结果 您不表乐观是吗 即使话说回来 即使他改判 比如说从七年变成六年 或者五年或者三年 也是对公民人权的一个非常大的践踏 虽然对于高瑜本人来说 从七年能够减轻一点 这是一个好事 但是从公民人权的角度来说 因为这样一个非常勇敢的 一个符合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对社会对国家对任何人没有伤害 只有好处的行为 竟然被判刑 这也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何况这个改判也是还不知道的事 是 那么滕律师我们知道 在过去我们也多次讨论过 就是当局对于高瑜的上诉的二审 经过了很多次 大概是三次的延期 很多人说这是非常罕见的 您认为这主要原因在哪里呢 这种政治性的案件 经常会遭到各种干涉 实际上是法院之外的 各种力量的干涉 像普世强案 还有很多国费雄案 都是一再的延期 那有的人分析可能高层有关决策者 对这个案件意见有分歧 导致延期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看结果 也就是一审被判七年 那高层之间的这种争斗 或者意见分歧也没有任何意义 那也即使有这种分歧 也就是说即使有一些人想要轻判 或者想要帮助高瑜 但是这也是说明中国司法不独立 法院自己做不了主 是 滕律师您刚刚也提到 如果高层有这样的分歧的话 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些建议 就是说从中国的司法改革角度来看 或许中国应该要取消 所谓的二审中审制 所有涉及到言论 涉及到政府的案件 可以让它一直上诉到最高院 您对此的看法呢 对 有一些学者主张中国实行三审终审制 当然有它的理由 有一些技术上的理由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不是大问题 这个根本的问题是 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 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司法独立 党派不干涉司法 做到这个公民不会 因为行使宪法权利而获罪 那二审中审和三审中审的 这个区别并不是太大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中国维权律师 也是美国纽约大学的访问学者 腾彪 腾律师 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那么美国之音也将持续为您报道 有关高于案二审的最新消息 还有相关的反应 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广播 还有电视节目 或者登入美国精英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 网址是voachinese.com